固执终究是稳稳的站在了三千点之上 那么后期美股可能会在三万点这个附近震荡 只要美股它不大跌 那么就给咱们A股反弹创造了一些时间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 高层的一系列利好非常有针对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想想啊 当前我们A股市场面临的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呢 我认为呢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成交量低流动性不足 第二个呢就是信心不足情绪低迷 互深两市啊 近七十万亿的市值 每天只有七八千亿的成交量 这还是最近反弹情绪修复后的成交量 前几天呢曾经到过一天五千多亿的地量 当务之急呢是补血和提振信心 那明白了这一点呢 就能看到高层出台利好的良苦用心了 首先 央行等量续做五千亿的MLF 这是补血 补充流动性 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这是央行在呵护市场 其次 证监会鼓励股份回购 这既是补血呢 又是提振市场信心 大股东增持向市场传递着信心 有利于情绪的回暖 而真金白银的增持比空喊口号 那实在的多了 第三呢 证监会明确外资适用特定短线交易制度 外资目前持有A股市值2.77万亿 是A股的重要力量 放开短线交易 无疑会提高活跃度 增加交易量 提振信心 那么同时呢 这个措施是证监会进一步提高 外资投资A股的便利性 有利于稳定外资的预期 当前美联储加息 全球的美元都在回流美国 这个措施有利于吸引外资流入 对冲美元流出的负面影响 也是在补血 另外了 一些大机构也在打援助 一方达 南方 惠天福等 六大基金巨头出手自购旗下的 权益类产品 基金公司和券商资管 以真金白银力挺市场 检视出他们对市场的信心 大家看啊 所有的措施都非常的有针对性 都是针对当前市场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流动性和信心 这两个问题 可以说是抓住了当前市场的命脉 和关键之所在 在有针对性的利好 以及三季度经济转好的支撑下 本轮的反弹行情有望超预期 那具体到指数走势上的话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指数的修复也要一步一步的来 跟我们预期的一致 那么极端凶险的这个空头排列 已经被打破了对吧 那指数短线它面临一个二式均线的压力 这个位置应该是压不住的 估计没几天就能够冲破了 那么下一目标位呢 就是3150点 然后呢就是3200点的这个下行趋势线 冲破这个3200点 才能算是真正的大趋势的逆转 那之前我跟大家说啊 3000点之下呀 咱们就不要去杀跌了 杀跌没有意义 现在来看的话非常正确 那么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3200点之下 咱们先不要急于冒进 当前的策略是适当乐观 控制仓位 积极的参与反弹 但是目前还只是反弹 主要关注的板块有 创新型的医药医疗 新能源 新技术 工业木机 工业软件 数字经济等题材 咱们 嗯 嗯